105年9月21日星期三报告事项 1.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 2.邀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咨询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曹主任委员启鸿报告后 委员林黛化等23人提出咨询 均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曹主任委员启鸿及相关人员计息答复,决定 1.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匀发言完毕,寻答结束 2.委员简东明、周春敏及黄昭顺所提书面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3.书面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复资本会 委员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 通过临时提案22案内容进行委员参阅 105年9月22日星期四报告事项 邀请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咨询 国家发展委员会陈主任委员添资报告后 委员林黛化等24人提出咨询 均由国家发展委员会陈主任委员添资及相关人员寄席答复决定 1.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匀发言完毕,寻答结束 2.委员黄昭顺、刘四方及简东民所提书面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3.书面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资本会 委员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 通过临时提案17案内容进行委员参阅 散会议事录宣读完毕 好,因为我们在场委员尚不足三人,所以我们一事录就暂不确定 现在先请宣读报告事项 宣读报告事项 邀请公平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咨询 宣读完毕 好,我们请吴主任委员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秀明今天奉邀代表公平会向经济委员会来提出本会的业务报告 深感荣幸 那一下呢,警救本会近期重要的业务还有未来施政的重点 向各位委员提出报告 那在近期的施政部分呢 首先,公平会最主要的任务当然是执行公平交易法 还有多层次传销管理法 那在设法案件部分 今年度1到8月,本会收办各类的案件 总共1507件 那半截呢,1473件 总共的罚还的金额呢 高达1亿1713万元 那本会自成立以来呢 总共的这个半截案件有48777件 那这个半截率呢 到高达99.4% 那近期查处的重大的违法案件呢 包括这个处分长荣等21家货柜 集散营业者呢 违法联合行为案 另外跟物价比较有关的 像4家手工面线业者呢 联合调涨价格 这个案件 还有呢 这个和四草等17家公司联合 像渔船雇主收取费用的 中介费用等等的 这些的联合行为案 那以上三件案件 因为我们有新的这个 联合行为检举奖金的设立 那这三件案件 我们都有发放了 联合行为的奖金 这个是这一次会期呢 比较新的 跟过去不一样的 这个业务的新的一个发展 另外众所瞩目的 这个奥迪汽车的 这个废弃的这个叫甲案 还有Uber的这个广告不实案 这个我们都予以处分 另外最近我们对于 这个全家便利公司 他对于这个 这个超商的这个加盟者呢 未完整揭露加盟资讯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予以处分 另外在多城市传销部分 我们也处分了 诸多的这个违法的案件 在事业结合部分呢 这个我们处理的 许多的这个结合案 包括像这个不禁止润城 公司申报南山人寿与 这个梅牙产物等等 公司的结合案 还有鸿海跟夏浦的这个结合案 我们也不禁止 那这个目前正在处理的 大家也都关注的就是日系 日系的这个结合案 那这个结合案还在 目前还在这个补件当中 我们会 只要补件完成了 我们会尽数的加以处理 那在不实广告部分呢 今年1到8月我们处罚56件 这个不实广告案件 罚还到2925元 那这个在其次呢 我们说公民会呢 第二个重要的工作 在这段时间就是要继续地去完备 公平交易法制 那公民法在去年呢 这个完成了就是立法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全法的修订 那修订完了之后 我们当然有很多的配套的 法规命令要做整体的一个建制 配合这个新修的 全面修订的法 新法 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 通过了很多重要的 这个相关的法规 举例而言 包括比如说 检举违法联合行为奖金 发放办法 这个联合行为 微小不乏的认定的一个标准 还有关于这个 企业间是否为联合行为的主体 等等这些的行政解释呢 我们也都 一些很重要的行政解释 我们也都逐一的通过 第三点呢 就是说 法图法不足以自行 那法律的这个贯彻呢 常常需要很重要的一个倡议 尤其是公平法 在传统的 我国的一些交易观念中 并没有升值的 这样子一种竞争的观念跟文化 所以我们倡议公平交易法 一直也是公平会成立以来呢 一直努力不懈的工作 那这个倡议部分我们分成三部分 主要向政府倡议 向企业倡议 跟向一般消费大众来倡议 那政府倡议当然就是 跟政府要有各种 开会的机会 沟通的机会 我们会在通案上 个案上 常常跟相关的机关来 商严商 甚至于就特定的议题 我们有一个协调 前正式的协调的结论 那像企业的倡议部分呢 我们除了办理许多的宣导会 说明会之外 那我们这一两年特别强调 一个所谓的遵法的一个 或者叫法遵的一个措施 就是所谓的compliance 那这compliance意思就是说 我们帮助业者建立一个制度 让他知道说 什么样的情况 是可能违反公平法的 那在公司的内部的作为上 内控上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 才不会有触到法律的红线 那另外当然对消费者 也要办理各样的训练活动 出版文宣 还有在服务中心 我们提供 这个这段时间提供了 将近6000次的一个 咨询的服务 第四点呢 这个竞争法的执行 常常现在是很国际化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 我们的国际的这个活动 也很热烈 包括今年的6月28、29两天 我们举办了四年一次的 国际的一个台湾 国际竞争政策与竞争法 国际研讨会 那这次研讨会上 有诸多的各国的 这个就是主委级 还有重量级的人物 高阶的官员 还有竞争法的专家 比如说像OECD的竞争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在世界的一个竞争法上 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也来参加 像加拿大的主委 法国的主委等等 都有来 那另外呢 我们会定期参加国际的竞争法的 这个会议 比如说OECD APEC ICN等等 那我们在国际研讨会的过程中 我们也跟七个国家 举行了双边的这个会议 好 未来的这个施政的重点 我们主要的重点会放在 第一个是强化联合行为的查处 联合行为一直都是公平会 很重要的业务 那我们现在增加了许多的法律的工具 也有这个检举的奖金 那我们要在这里可以提高事业 申请这个检举的这样一个诱因 我们希望能够强化这方面的查处的效能 第二个是积极的查处 违法的多程式传销 那多程式传销呢 虽然经过多年的立法 我们前两年也把多程式传销单独的立法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宣传 跟这个倡议 尤其是特别 我们知道原住民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一直都是我们宣传跟协助的一个重点 但是实际上还是难免 还是有一些不法的之徒 他们透过多程式传销的手段 或者是真的从事多程式传销来迫害 来侵害消费者的权益 那这边我们要继续的积极的查处 多程式传销 再来就是多元的倡议呢 公平交易的这个理念 包括我们最近修法的重点 还有这个宽数的政策 还有检举奖金的这个新的制度 都是我们未来倡议的这个重点 第四个是关注数位经济下的竞争法衍生的问题 那因为新型的商业模式 会产生新的市场竞争的问题 像Uber的这个案子 它就是所谓的sharing的这个economy 这种所谓的共享经济之下 这个还有些物联网的发展 都可能会产生新的竞争法的市场竞争的一些问题 那这些这个新经济之下 或者是高科技之下的一些竞争法的问题 像专利的授权等等这些 我们都要高度的注意 最后是要强化竞争法全球和区域的联合 因为现在世界是一个地球村 各国的经济彼此紧密相连 所以我们要推动双边或多边的合作交流 我们要深化参与国际竞争组织的程度 而且我们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 我们已经有能力提供开发中国家的竞争法的技术援助 我们现在每一年其实我们都有去其他国家 包括东南亚或是像蒙古等等 我们都有去协助他们去强化 更完善他们的竞争法的制度 最后公平会一直都是以创造一个 自由跟公平有效率的市场竞争环境为职责 本会将会持续精进同仁的专业能力 提升了案件的调查品质 希望能够建构国内一个更优质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 过去承蒙大院经济委员的委员 给本会诸多的支持 鞭策跟指导 非常非常感谢 今后还尚起各位委员继续给本会批评跟指教 以上的报告 敬请各位指教 谢谢 好 谢谢主委的报告 那我们现在要进行巡答 委员咨询前我们做以下的宣告 第一个 门卫委员发言时间还是8分钟 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 大家没见 我们还是原理 那上午10点30分以前 我们就截止登记 如果有临时提案 在11点半左右我们要进行处理 所以请委员在这之前准备好临时提案 现在我们就开始进行咨询 首先请廖国东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我们请主委好吗 好 请主委备询 今天第一次要听你的业务报告 好像冷清一点 但是我觉得你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大的 待会可能其他的委员都会跟你要请 第一 要跟你问的是 关于日系链的后续 是 是 是 那么我们日系链从敌意并购到变成合议并购的过程当中 有几件事情在敌意时期 就大家非常关注的 变成合议之后 那几个议题是不是还是都已经解决了 我很想知道 那我们在敌意过程当中 大家非常关心的大概就是三件事情 三件事情 第一个 大家都说它的市占率将会影响 就是合议 敌意的时候呢 他们整个市占率会高达60% 那么会影响到上下游厂商的溢价能力 当时大家都一直讨论这个事 第二个呢 上下游的产业也都反对 那现在不晓得 这个上下游是不是都已经同意 第三个是转单的效应 当时听说转单 光是转单将会有300亿的损失 那么合并以后的市占率会从58变成30几 33 然后大量的裁员必然会发生 我很想知道您 到现在追踪 从敌意变成合议以后 这三个问题是不是都还在 还是都已经解决了 是 非常谢谢委员的关心 的确这个案子 这几大问题都是重点中的重点 那因为 这个案子过去因为是敌意并购 所以关于这几大问题 双方所提的资料 基本上都是各执一词 各执一词 都会有所偏 那现在呢 他们是合议并购了 当然议题都还在 那我们当然也会请他们提供资料 那可是当然他们现在呢 提供的资讯跟配合各方面 跟之前敌意并购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吗 但是他们还没有给你们新的这个讯息 有有有 我们都已经在要求他们提供资讯 那因为他们现在这个 又有抛出新的这个并购的模式 就是组所谓的控股公司 对 那这个控股公司是他们在媒体上 这样讲 但实际上怎么样执行 我们都会要求比较详细的资料 所以这个案子已经 补件的差不多了 还没有完全补件完 所以因为时间不多 是不是你可以把你 我刚刚问的那三大问题 你们要书面来给我们委会好不好 这个我们 如果已经有的 这个我们现在还在评估当中 是啊 那我就问你 评估报告也可以写啊 经过了那么多个月 快一年了 现在你们自己的评估是如何 我想问你 然后呢 在9月8号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曾经接见了半导体的业者 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件事 那么会中就有人 直接讲了 讲到日系链的这个事情啊 当时总统曾经说 要合并 有两件事情一定要考虑 第一个是产业的公平竞争 一个就是台湾的整体的产业的政策 我隐隐约约觉得这件事情有政治力的介入 而且呢你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有没有 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希望是真的没有 完全没有受到任何辅方 或者是院方 行政院方的任何关切都没有 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的任期到什么时候 我的任期到明年1月31号 有没有人关心你的任期啊 到目前也没有啊 也没有 委员们很关心 风平浪静啊 风平浪静啊 OK 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 希望我刚刚讲的书面的 你能够给我们 好不好 这个书面的部分 我们可能要尽快决议之后 我就会把书面提供 要等决议 你现在没有办法等决议 我们只想知道现况嘛 目前哪怕你走到50% 70% 80% 目前你们自己的评估 目前我们的资料就是不足嘛 资料不足 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很完整的评估 所以我看到今天的报导说 这个日系链核阻厂控啊 7月底就送件了 但是两个月你们都没有正式收件 我们其实都在进行 就是跟他们很密切的联系 要他们补这个补那个 是他们的一直在补件吗 对一直在补件 补了两个月呢 照理照程序你们应该 一个月之内必须要完成啊 收件啊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样规定吗 没有这个规定 我们看这个有点跨日费 是两个月了 难怪连那个西方日方都觉得 你们在拖延嘛 不是拖延 没有拖延 是他们补件的慢 我们要求一个很明确的喊给他 比如说要补十几二十项的东西 他们给我们 我们就在等他 等很久他们才补上来 那补上来未必就完善 我们就是必须要完整才能开始 过去你这个审查或者是收件 要长达两个多月 好像不多件啊 就这个案件是很敏感的 或者很深的 盖清了 很难处理的 是吗 对 是的 的确是这样 因为这个案子影响重大 所以你们小心翼翼的在审查 对对对 我们很谨慎 那他们提供的资讯 因为 这审查会不会有变数啊 不会有什么变数 我们就是一直都是按照我们专业来审查 我希望真的是专业 然后我们再谈另外一个专业的意见 我们也会尽快 我们知道业者也希望快 我们也希望快 我们也来谈谈中加案的专业度的部分 是是 中加案啊 甚至比日系列啊 更为引起全国民众的一个关注 一样的态势 从年初到现在 这个一再的演变 一再的变化 甚至你们从 我记得在年初 在去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就中加案啊 在这里跟您进行过多次的这个询问 你们也答了 第一关在你们公平会 中加案算是已经过关了 对不对 然后你们送到NCC NCC审查也通过了 再送到投审会 那么 我很 压抑的是 一个 八个月之后 投审会 突然翻轮起 我说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可能 用以债作股啊 会 会变成 将来会变成实质 影响它的经营 八个月以前没有这个事情吗 有的 为什么八个月之后 投审会突然回头说 这个这个 这个有疑虑 只是一个疑虑 甚至要把这个 整个案子 退回到NCC 一个经济部的三级机关 可以这样子做吗 它可以直接回 我们经过这个 审查 審议之后 我们认为 而且这个问题 在你公平会 在NCC 整个审查的过程当中 你们都已经知道 甚至你们也给了 他们附加条件 甚至给了很多的 企业的条件 都一亿框住了 才让它过关的 对不对 才让它进行到下一步 为什么今天 我们的这个投审会 回头 打这个NCC的脸 如果他敢打NCC 一个独立机关 他可以这样子打 这个行政程序 不是混乱到底吗 也是一个政治力介入的 一个实力嘛 如果 如果NCC 接了这个案子 会不会有一天 再退回到公平会 会不会这样 到时候你要不要接 在法治上 我没有看到任何 它可以所谓的 这个投审会 可以退到公平会 并没有这样子一个制度 是还没发生嘛 公平会如果做决定 不服就是走行政 行政诉讼的这个程序 行政诉讼 对 行政救济的程序 那现在NCC 这个程序 也可以走行政诉讼吗 如果申请人 NCC跟投审会之间的问题 我不予评论啦 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 我只讲行政程序嘛 就行政程序而言 一个投审会 可以这样子 对一个独立机关 独立行使职权 独立行使审议 对一个机关 预打脸吗 可以吗 不曾见过嘛 我想这个NCC会 妥善的处理 我看了这个十四豪 在春季的时候 就讲过了嘛 他说没有再审议的空间嘛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这话 十四豪主委 他说没有再审议的空间 因为他们是非常严谨的 而且是一个独立的 独立自主的一个审议机制 该想的都想到了 该做的也都做到了 十四豪主委好像讲说 要我重审可以请协入法律 是啊 是啊 现在这辈子没有法言嘛 他们乱搞嘛 我可以这样讲吗 他们这个投审会乱搞吗 行政程序混乱啦 主委 当然不是你的事 我只是跟你说 是是 我们公平会这个部分 比较没有问题 你的完全没有问题 对 我觉得我相信 坚信我们这部分是很稳定 OK 我希望你是真的没有问题了 但是我现在 我坦白告诉你 我是个人非常担心 这个政治力介入这件事情 我认为有 从日系列 一直到中加案 政治力的介入 找找痕迹 我们只是不讲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讲 因为我们 要的是一个公平的 一个产业政策 一个公平的处理 你作为一个公平会的 那个主委 你就要维护 产业最起码的一个公平环境 是是是 这样讲对吗 是 没错 所以你会努力 我当然 我努力到我任期的最后一天 抗拒那个政治力的介入 是是是 我一向也都是这么做 我会努力到我任期的最后一天 OK 这个台东人很有概念 谢谢 谢谢 这个答案很满意 好 谢谢 我们请问在场的各位同仁 我们上次的会议事录 有没有错误 如果没有错误 我们就议事录确定 那接下来我们请黄伟哲委员咨询 黄伟哲委员咨询 你好 你好 几个问题请问 其实看着你们的这个报告 是 其实坦白讲一般来讲 很多国人对于公平会的这个成效 以及它的实质的这个功能 其实一说有说是误解 那也有说是这个功能不脏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工作里面 有个东西有一个工作里面做得不错 什么不错呢 对于播卡广告不实 公平会财罚悠游卡公司50万 是 让很多宅男很开心 可是我想请问你 这个是去年的 就是说播卡事件是去年的事件 是 就是台北市的悠游卡 里面放了这个 AV女優 是 波多也结义的这个照片 你们为什么认为说他财罚 在广告不实 因为他在网路上 因为照片不实还是怎样 不是不是 他宣布说他有多少多少套 是可以卖的 因为这个播卡是很 当时不管它的内容 如果他是很受欢迎的 可是他宣布有一定的套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他说有五千套 他一万五千套 一万五千套 但实际上这一万五千套当中 他有好几千套根本是公关 公关卡 他真正贩卖的数量是跟这个不符 四个小时就卖完了 对 这个所谓饥饿行销 那他实际上他的这个 他实际上提供一万两千套 对 他有三千套是公关 那有三千套是公关 那我们就认为跟你广告的内容不符 所以说将来 就说不管是一些票券的销售 或者是这个 我说您对这个 又有卡公司的这个财阀 你们对又有卡公司的财阀 除了让宅男比较高兴 让买不到的宅男比较开心一点之外 重点是有一个重要的意义的宣示 什么要意义的宣示呢 就是说任何票券的发售 或者说譬如说演唱会的门票 这个部分常会 譬如说举个例子 江会 江会演唱会大家都一票难求 或是买什么一票难求 但是 这个 还是有办法的人可以去拿到公关票 或去拿另外的销售管道 那或是甚至于假日的这个火车票 销售 那就是他一下子 什么十分钟内秒杀 或是多少几分钟内秒杀 你们怎么查 或者你们如何去查 他有保留多少票 也就是说 譬如说一万五千套 他保留个多少套的公关票 是可以理解的 保留的多少票 譬如说保留三千套 是被认为太多了 所以说你们要裁罚 应该要多少套 是 跟黄文元报告 其实我们罚的并不是公关票 我们并没有去反对 或者是想推翻 这所谓的公关票的制度 而是说你在广告上 你宣布卖多少票 对不对 那你就要有这个 实际上有这个数字 是 那你如果说 那你如果这样说 对于所有演唱会 的门票的销售 譬如说你们哪一场 他有多少个位置 然后你说要 什么时候开始卖 但是他并不一定会宣布说 要卖多少张票 他只要不要讲说 我要卖多少 对 数量不要不符合 不要讲出来就没事了 我们最主要处罚 他就是数量不符合 可以做不可以说 说了就要算数 是 对不对 是是是 好另外一个要说了算数的事情 是 最近的iPhone7在开卖 是 很多人指出 虽然台湾这次是列为第一波 全球第一波销售的点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比较了 包括日本的 包括这个欧美的其他国家 台湾的iPhone7是世界最贵的 你们会调查 就是说 为什么 我们台湾是得天独厚 还是我们GDP比较高 还是因为我们的消费者 是 这个 果粉是 不可替代的 对于iPhone 一定要买 还是这是你认为 这是一个自由市场 为什么是 白白再拿回 为什么差这么多 当然它行销各国 过去以麦当劳 这个 漢堡来讲 有大麦克指数 那个大麦克指数 可以 可以证明 所以它的整个经济的成长 或其他的 但是难道你又变成iPhone指数吗 那为什么台湾的iPhone指数 是最高的 为什么台湾的iPhone 是卖世界最贵的 你们要调查 是 这个 跟华原报告 这个价格的问题 通常是很复杂的 一定要深入去了解 才知道 你不调查 你怎么了解 要不要调查 是啊 我们可以去调查 就是你让我们的消费者 成为冤大头的 这个机遇太高了 而且iPhone在去年吧 去年还是前年 被我们处分过 它的价格 就是它的垂直的这个 没有 那是因为他们行销体系 行销体系 也就是他们 是不是 因为iPhone 事实上也被日本的公平会裁罚 因为他们 对他们的一个价格体系 他们怎么样子 不释放给这个 比较下游的这个销售通路商 所以造成这个 他们买不到 造成敌对业者 日本的Case是这样子 那在台湾的Case 各国都不太一样 各国都不太一样 这样的定价 我们当然尊重一个自由市场经济 但是你为什么也太歧视台湾的消费者 所以后来在我们查了 我们处分他之后 他就修改他跟下游的契约 下游的契约 本来是说 他所有包括价格 整个条件要变动 都要上面同意 对 后来我们处分他之后 他就把那一条删掉 那是好事啊 下面是可以自由的决定 但是为什么第一波台湾世界最高 有没有想到理由 这个要去了解一下 很多是因为 譬如说iPhone是 我们知道是鸿海代工 是台湾的 算是龙头企业代工的 他对于台湾的消费者 对于台湾的市场 为什么这么硬 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值得调查 是 是 是 我们去了解 好不好 好 调查 第二个 Note 7 又是手机来了 Note 7不是出包吗 对 那很多消费者会觉得说 哇 你当初广告的多好 因为我发现你们的那个报告里面 其实对于广告不实 采放的键数也不少 对不对 那你Note 7出来的时候 其实打一打iPhone 要打一打三星 Samsung的Note 7 它的出来说 这个多好多好 什么电池续航力多好多好 广告讲了怎样 结果后来电池会自燃 充电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甚至不充电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 也会烧 充电的时候会烧 不充电的时候也会烧 你看 那造成整个退机换机 然后甚至有时候退 消费者也抱怨说 退机的时候 还要附加很多条件 怎么样的情况下 什么单据再 才可以退什么 单据再不能退 这样查不查 是我跟华远报告 这样合不合理 这个部分我听起来 当然不合理 但是这个部分 比较是属于 消保会 产品瑕疵 比较属于 瑕疵 产品责任的问题 但是如果广告不是 对 如果他在广告上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 NOT7的广告上 有宣告说 这个电池 譬如说 续航力 几个小时 然后没有到达 实测的结果没有 或者是说 它的 绝对不会爆炸 结果爆炸了 那这个当然就是 广告不实的问题 谁敢说绝不会爆炸 我只是举例 那他没有 如果广告上 你就算写说广告写说 绝对不会爆炸 消费者反而觉得毛毛 你会怎么特别提这句 或者他说 绝对安全 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现在没有 这方面的广告词 但发生了这个瑕疵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 不是 我刚刚说发生爆炸 消保的问题 发生爆炸 它退换货的规定 是不是符合公平会 那这个是契约 相关的法规 这个比较是契约法 契约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的电池续航力 跟它的性能的 这个广告词 对 性能的广告词 就好像那个福斯 他广告上宣布他多省油 那我就很奇怪了 说欧洲四席 变成欧洲 他说欧洲五期 其实他只有欧洲四席 这个我们就可以处罚了 可是问题是 类似的汽车的 没有通过这个 環保排气的标准 好多家 你们怎么处罚福斯一家呢 其他的我们当时 没发现 没人检举 你可以检报吧 只有福斯他做假 好多 好几家 你自己看一看 好几家都被罚了 好不好 你们再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OK 我们再了解一下 另外一个问题 多层次传销 你们其实也谈到了 是 但现行制度 多层次传销系统 只是需要报备 对 但是一个消费者 或是说有志 有意识从事 多层次传销的人 对 他如果看到说 上面写公平会报备 字号都出来 他就认为是OK的 可是事实上 是不OK 因为你们只提供报备 报备意思是说 这个 就像有一句话 基金过去的绩效 并不代表未来的 这个 所以 请详阅说明书 所以说 经过公平会报备 并不代表它是合法 而且合乎公平交易法 而且合乎公平 多层次传销法 对 是吧 是是是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这个报备的意思是什么 压够你知道吗 多此一举 脱了裤子放屁 而且反而容易造成混淆 有没有 你说 因为人家讲说 就像那个 有时候过去的厂商 常常讲说 卫生署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卫生署 卫生署 什么字号什么 你才会说 这是安全的 但事实上不是安全 它只是一个食品的报备的字号 它不是审核的字号 它报备了之后 那如果对于说 所谓报备的效力 并不急于说 它是不是合法 你这方面 如果 由于现行的法规 没有办法 因为除非修法嘛 才能改成合备 或是怎样 但是由于现行的法规 这样 你必须广为宣传说 公平会的报备字号 并不代表说 它是一个合法的 可不可以做这方面的宣导 有 我们在这个 我们其实在多方的这个宣导上 都有强调这一点 报备不代表合法 那报备是 加强啦 因为人家就有投诉说 哇 报备了三百多家 我这其中一家 你要想去 可能到底合不合法 其实报备最主要目的是 它提供很多资料之后 我们在网站上 公平 然后 他只要上我们网站 但以免混淆 好不好 加强宣导 谢谢 谢谢王委员 好 谢谢 还没 张委员还没 好 谢谢 我们继续请张立善委员咨询 谢谢主委 谢谢主席 好 我们请公平会主委 好 我们请吴主委被选 张委员 您好 主委 是 您好 主委 这两天的媒基台风 我想你也看到报章 和媒体的报导 也就全台大概有400支的电杆都被摧毁了 吹断了 那农作物的损失啊 高达10亿以上 那我来自云林县是一个产地 那我想要在这里特别跟主委 因为呢 我要跟主委 让主委了解 因为消费地跟产地 其实我们要怎么取得一个平衡呢 我来自产地 那你知道 这次的农损相当严重 包括这连续之前的几个台风 现在可能有复耕的情况 但是复耕马上又面临 台风又来了 所以呢 我们的红萝卜 几乎刚种下去 马上又面临台风 几乎是全毁 包括很多温室栽培作物 也都是全毁 那即将要收成的 包括稻税 这个稻谷本来已经很饱满 即将要收成 也全部泡汤了 包括花生 蒜头 玉米 甚至我们的木瓜 香蕉 几乎都是全毁的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难过了 那不只是全毁 产量损失之外 因为我刚刚讲了嘛 全台大停电 所以本来预计 在台风天要释出的 这些蔬果 要来平衡物价的 因为停电 所以整个西螺果菜市场 所有的这些冷藏冷冻的设备 几乎是没有办法 恢复电力的 那我们非常感谢台电的员工 其实他们日以继业 不眠不休 整个一直抢修到目前为止 云林县原本断电的有16万户 现在剩下2万3千多户 但是呢 这集中在哪里 也集中在沿海地区 从麦寮 台西 四湖 口湖 所有的养殖余业 也受到很严重的这个损害 所以就是产地 农余业都受到很大的波及 所以我要告诉主委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消费者 能够体恤产地的辛苦 农民的辛苦 整个农余业的损失 所以呢 无论是这时候的菜价稍微贵一点 可能要请消费者稍微体恤一下 但是唯一我要请公平会 你注意的 也就是说 在农余民跟消费者之当中 我们最担心的 就是怕所谓的菜虫 烘抬价格 而牺牲农余民 也真正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请我们主委 一定要记得 我们要体恤农民 也要保障消费者 我们只是要严谨不妨 这样可以吗 是的 这个张委员 可以了 要请你注意 好 再来呢 刚刚我们 黄伟哲委员有谈到 那个iPhone7 iPhone7 那当然啦 就是说 我们最怕的就是垄断价格 也就是说呢 过去苹果公司 要求业者 需要先送审 绑约支费的方案 以这个对应的手机定价 核准了才能够上市 应该是怨声载道了 因为现在的整个业绩下滑 大概下滑到五六成 包括业间也下滑三分之一 我想主委很清楚 其实所有的小黄司机 已经连续大概有五次以上上立法院 在整个立法院包围 一次两千多万辆 那我想无论是交通部 投审会或是公平会 都有出来跟他们接受陈情 但是呢我看到主委 在上一次你说 在六月中旬呢 你已经开罚了 开罚了一百万 这个广告不实的罚单 如果没有改善的话 你讲了一句话 你说最快两个月 可以再开出啊 最高两千五百万的罚单 那我要请教主委 这张罚单开了吗 就要看他有没有继续 有不实广告的行为 那我们 已经罚了的部分 我们有在继续监控 他有没有停止改正 另外呢 他有 我们最近也在查 他另外一个新的行为 他宣告说 全球都有多少多少的 保险 做每一辆的Uber的车 都有多怎么样的保险 都有两千万的保险 是 那这个部分 我们在调查当中 好 那你想想看 现在 那个主委你说了嘛 就两个月要开罚 但是我觉得 你没有尽力去查核啦 如果尽力去查核 你现在也提高了查核奖金啊 但是为什么会没有诱因 这个我想你也要去 好好地思考一下 监讨一下 那再来呢 也就是说 你这个罚单啊 你这个罚单如果针对司机来开罚 没有针对他整个的组织来开罚 那当然他们是不怕的啊 所以也就是你的公权力是不张的 所以我要问 也就是说 现在Uber到目前来讲 是合法吗 它是合法营运吗 我们是罚他们的公司 不是罚司机 罚他们公司吗 是 我们是罚宇博公司 宇博公司 那司机本身呢 司机我们没有罚 司机没有罚 是交通部的 交通部罚 交通部是罚司机 你们是罚组织啦 对对对 好 那我要请问一下 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它有没有触犯你的公平交易法 就是不识广告 我们上次罚了一次 所以罚一次 100万而已 另外那个保险 宣称有保险的那个案子 我们正在调查当中 好 那我要请问你 就是说 如果到目前为止 像这个 我们的Uber Uber 其实现在当然没有在台面上 也许大家要查核非常困难 但事实上它是在这个 底下一直在非常的 其实它业绩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当然有很多的同事也做过 不过呢 这个是违反整个公平交易法 而且影响到所有的小黄司机的这个生计 因为小黄司机也要工作权嘛 所以如果说 公平交易委员会 跟我们交通部 跟所有投审会 都能够硬起来的话 我相信 绝对可以彻底 把这个不法的行为 完全让他们在整个市场上 到底是 要让他们继续继续生存的话 也要有合法的行为 也要符合所有的法令 但是这个部分是要怎么去辅导 不能用一个 这个错误性的 破坏性的创新 来解释 所以我一直认为 就说 我们公平交易委员会 当时 主委你有说 因为委员会认为 这个Uber 是属于破坏性的创新 所以有争议 你占不处理 我真的不懂 什么叫破坏性的 破坏性的创新 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 破坏性创新 是在产业上 经济上 谈得蛮多的这一阵子 最主要就是说 它的这个business model 跟现有的business model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它这个很剧烈的 很重大的改变 或冲击现有的市场 那当然它有很很高的 创新的价值在里面 但是它也会对 现有的市场秩序 产生重大的冲击 所以它常常也会有 違法性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破坏性创新 都会有違法性的问题 但是因为它也 它也这个 有一些创新的价值在里面 所以各国的处理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是有一点矛盾的 这个是它破坏性创新的本质 就是这样子 需要一点智慧 才能够解决它的違法问题 也能够同时保有 它创新的价值 但是其实坐进行车 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弄得这么复杂 什么叫做破坏性的创新 我想不止我不懂 很多人都听不懂 但是我们在讲说 为了要共享经济 那共享经济 其实以目前 我们台湾的台湾大哥大 这个样的一个团队 其实它目前 它也是上网APP的轿车 还有它也是用行动式的给付方式 所以这些呢 如果我们辅导它合法的话 而且它又可以把税收缴在台湾 不用到缴到境外去 我想这些都应该 我们要尽力来协助的 甚至应该要让它更合法化 不要造成我们台湾这些 所有运输业的一些冲击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我们主委 这个部分既然 我们的小黄司机 都这样的一个表达 他们强烈的抗议 事实上应该负起责任 而不是非常的 就是被动式的 你们来抗议我就给你说说 一些服务员了事的话 那这样对他们来讲是不公平的 是希望我们要有积极的作为 来协助他们 真正能够让他们 所有小黄的业绩能够恢复 要不然的话 真的是对他们有失公平 是是是 这样可以吗 是 所以我拜托主委 这个部分 请你来特别注意一下 公平把部分 我们一定把关 我想这个是很基本的 民生的问题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继续请徐永明委员 咨询 有请主委 来 请主委备训 主委委员 你好 主委好 主委员 早 早 这个其实延续刚才张委员的咨询 主委我只是请问一个状况 台风天 大家都知道这个交通不方便 也风险很高 那如果我们这些计程车队联合涨价 比如说因为台风天 这个行为可以吗 联合涨价基本上是违法的 因为它有固定的费率嘛 是是是 那它当然晚间或深夜可能会比较高 可是台风天是不行嘛 是是是 对不对 那这个新闻报告 Uber很赚台风财 车支变三倍 这个Uber在台风天加价约三倍 以信息区到内湖一百多块的车支 来说到达目的变五百多块 直接加了三倍 听说它也有减价的时候 有时候它在促销的时候 像这个我们公平会有这个资讯吗 Uber如果它涨价的话 它不是联合涨价 它是一家单独涨价 是 所以从公平会角度而言 这没有问题 对 它如果不是独占事业的话 单独涨价 这是事业的自由 那 其实这里面就很有趣了 我们有这些计程车队 它是合法的 可是它们不能涨价 台风天 因为这个会有你讲的联合的行为 那这边有Uber 台风天它可以涨 那这公平会可以不处理 主委我不再说你这个到底有没有施责问题 我们就这个情况来看 那你觉得这个制度产生什么效果 一切是 我想正是交通部在伤脑筋的地方 就是Uber怎么纳管 那公平会完全没有关系 不是没有关系 我们就要看它有没有违反公平法 主委其实你刚才讲那个 破坏性的創新 它是一个学理的名词 它不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 也不是我们公平会里面会去使用的名词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主委你要注意到 民众的观感是这样子 对这些自然车司机而言 它是守法的 它在台风天 它冒一样的风险 因为风险提高 我车子出去可能会被撞坏 可是我不能涨价 涨价的话公平会来找我 我们不会找他 交通部会找他 我知道 可是公平会觉得这是违法的行为 对 如果车行跟车行之间联合涨价 那一定是联合的 总不能我台湾涨 其他不涨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行为的话你们就要处理 可是Uber呢 Uber说它不是 它没有拥有这些车子 是是是 它说这些人是我只是个平台而已 对对对 这些人跟我不是从属的关系 对 可是从公平会角度 它还是一家公司 对 那下面这些 这应该算什么 车主 对 他们听从Uber的 就把价格涨三倍 除了交通部之外 公平会觉得这个 跟他没有关系 不 主要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事情就会 让很多台湾守法建策业者 之所以不能接受在于 那你当然可以说 这是法令的问题 这是部会的问题 可是这 让人家对政府的一个观感就是说 这些守法的 这些遵循目前法规的 就是比较倒霉 有破坏性创新能力的 就可以脱离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其实公平会也不是没处理过Uber 广告不实罚100万 对 它广告哪里不实 当时主要理由是说 因为它是 开自己的车免费加入 时间自由 每周多赚上万 这里哪里有广告不实 它每周多赚上万 这就是很具体的一个数目 你必须要真的 它加入之后 每周可以多赚上万 它这个广告才是真实的 主委我觉得这个是有趣的 它整个行为其实是违法 你在抓它的时候 你只抓这个所谓上万 你知道吗 它后来就改了 下一页 它没有上万 它还是在做广告 是 这个我们也有在监控 那你说 你后来有一个淡书 就说只要它说它是非法行为就好了 非法行为 回到前面 不是不是 就是它必须要 诚实的揭露 它是违法经营 它是违法经营 你不能够在广告上 让参与的人认为说 我这样经营是合法的 回到前面 实际上 可能开了会被开罚单 广告 这个他有说它是违法经营 我很难想像我个广告说 各位这是违法行为 欢迎你们来参加 主委 这个广告有揭露它是违法行为 我们应该有注意到 好像有 不一定是您 这个画面上这个广告 这个广告非常多 它到处登 我们会整个网站上来看 主委 我的意思是说它广告已经很久了 不是今天早上 这个时候才登出来 这个是它在媒体上面登的广告 不是 这个网路媒体上面登的 他没有讲它是违法行为 主委的意思是说 你讲收入超过多少 这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有个数字在那边 可是你只要讲你是违法行为 这就没有问题 我不太清楚这个逻辑是什么 我以后 台湾会有广告吗 其实我是违法行为 可是我只要在广告上说 我是违法行为 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不是说 这样讲它就是合法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它的广告 不能让参与的这些司机 认为他来开Uber是合法的 那你觉得它这上面 有让人家觉得它是非法的行为吗 因为 对不起 我们是整个网站检查 不一定是这个画面 那我也不确定 您这个画面截取的 是不是关键的那个画面 所以这个 是我 故意把它扭曲的吗 不是 我有这个必要吗 不是说 不是说您故意扭曲 而且它有很多很多画面 那可能在另外一个画面上 它有 照我们的这个 主委 你看两个事情 好整 Uber台方天可以涨价 可是这些车队不能联合涨价 联合涨价是违法行为 Uber没有问题 因为它是单一公司 虽然Uber说 没有没有 我跟这些车主根本不是雇佣关系 他们只是来参加我这个平台 是 是这些车主联合涨价 是这些车主联合啊 因为这不是我 我跟他们不是雇佣关系啊 这个废律是他们自己联合 车主跟车主之间根本都不认识 也没有打电话 也没有沟通 他们怎么可能联合呢 说得好啊 台数跟中游说 没有我们也没打电话 我们一起涨油价 绝对不会需要打电话 主委你很清楚 很多垄断的行为 对不对 根本不需要互相之间 只要某个signal出去 大家都知道那个方向是什么 所以我意思是说 我们不要让人家有个感觉 第一个交通部的态度 好像跟国发会 这是国发会那时候的咨询 就是说到底他们对Uber 产业政策是什么 然后公平会这边 你又给他一个很好的 破坏 有破坏啦 可是有创新 再来 有这些行为的时候 公平会说 我这个没办法处理 因为这些车主 彼此之间不认识 所以没有联合行为 再来 我们讲的广告 这是一个非法的行为 可是从你的角度而言 广告灯没有关系 只要你不要让人家觉得你是合法 我的意思说 这些语意上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公平会对于Uber 那你当然可以说 这次产业政策跟你没关系 可是 你是不是 这边你在讲 这是你在媒体上讲的一句话 这个 只罚Uber广告不实 公平会主委是对其网开一面 有没有讲过这个话 其实那个 我讲 在那要看前后 那是在一个研讨会当中 大家谈的就是 所以你那时候不是公平会主委 其实我当然还是公平会主委 我的意思基本上是说 我们公平会对于Uber这个问题 除了这个在广告不实之外 其他的部分 我们还没有一个共识 还没有一个共识 主委 我知道 但是在不实广告这边 我们有共识 我们就除非 我意思是说 一个公平会主委出来讲 网开一面 我们先撇开Uber 一个主委这样讲 何事吗 就跟人家讲说我这个执法 不會那么严 我给你有空间 一个主委适合讲这样的话 你不要跟我讲说是学术研讨会 是 其实我们当然 我们 主委你觉得你这样讲话 适不适合 所谓网开一面 其实我讲那个话的意思是说 我们能够 你觉得做一个主委 我们不要讲是不是Uber 讲网开一面 适不适合 如果有不适合的地方 那当然我会感到很抱歉 那对 这个事情 这个网开一面 会产生一些误会的话 其实我们都是很严谨的在执法 并没有放水 或是怎么样 不是 主委我们前面谈 广告的问题 我们前面谈 台风天涨价的问题 我真的觉得 我今天好像不是在质询公平委主委 我还以为我是质询这个 Uber公司的这个法务长 你跟我讲说没有啊 我没有联合行为 因为这些司机彼此一天不认识 因为我们必须依法行为 我的广告上面 没有说我是合法的啊 不是 主委 这都跟人民之间的认知 差距很远 我个人今天的质询 不是去来反Uber 我只是觉得政府在处理Uber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也在用尽脑筋想说 他的行为 有没有办法用公园去拘束他 能够拘束的 我们一定都尽量去管 主委你看喔 台风天它可以涨到500块 法律要件没有办法服务 然后你让那些小黄司机说 也没有办法 我如果做这个事 不依法行政啊 我如果做这个事是绝对违法的 我的车队会被处罰 那个是因为交通部有他的 废率的管制 你也讲联合行为的问题嘛 对 你也讲联合行为的问题嘛 是啊 对不对 这也不是说交通部 不要推给他 讲网开一面喔 交通部都不敢这样讲 国发会也不敢这样讲 而且我们公平会主委出来讲 网开一面 主委你真的好好想一下 做个主委讲这种话 真的很不适合 尤其在对Uber这个事情 破坏性创新啊 网开一面 其實我们最后用我们的行动 跟态度 证明我们并不是网开一面 好 我们看你的广告 所谓什么叫非法 我跟你说 不要绕来绕去 你说这个广告不能让大家觉得它是合法的 我觉得这真的是 也跟人民的认知差距很远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不是 我个人在这边质询不是反对Uber 我只是觉得政府 尤其各部会处理这个事情的态度 是奇怪 公平会是其中之起 网开一面真的是 做一个主委 独立机关的主委不能讲这种话的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检讨 好 谢谢 我们继续请苏政卿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席 主席 请一下主委 请主委背询 主委员您早 主委早 你好 2008年 我进来立法院你担任什么职务 2008年 2008年 我现在已经算第八年我要九年了 是 你那时候什么职务 还是也在公平会嘛 对不对 2008年 我是民国98年进到公平会 2009 差不多嘛 所以2008年我还没有 好 你看看这个场景 每次素委员上来都会提醒我这一点 对啊 我大家想说好 我今天来 一定很前面 真的排第五个 好不容易 平常8点04分 來到这边都排到十几个 为什么 那今天的场景 你看跟上次也一样 跟去年也一样 一台摄影机都没有 我不知道是应该替公平会高兴 因为我做得很好 所以台湾人民 还有我们的这些 我们这些委员 大家对你们没有很大意见 每个委员在这边咨询 打开好像有气无力 那碰到你回答又软绵绵的 那不知道怎么办 那真的是 真的是 大家都这样相恩无事呢 还是是 应该另一个解读是说 应该是寡妇死了 儿子好像没有指望了 好像对你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样 用什么 是要勉励你们 激励你们 还是要大小小小 你这些还应该有所作为 你觉得咧 是大家都没关心你们喔 其实 对不对 公平会的同仁上下 其实我觉得都很认真 很认真 你都认真你们讲的啦 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否认你们啊 但是我们一直强调说 你们也打几只老虎来给我们看 打到现在永远就是那些苍蝇啦 就刚才徐委员在讲的 很奇怪 公平会你们是奇中之奇 我要加一句叫做怪中之怪 对不对 看到你们的成绩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 好 那我现在先问你们啊 刚才有委员讲了 台光天过后一定是查菜价嘛 你们怎么查 有没有专业的查价人员 专业的 这样好了我请查的处长来跟你说 好处长 简单哈 有没有专业的查价人员 你怎么查 我们如果遇到这种风灾之后 我们一定会在那个第二天 我们会派人同仁到市场 所以其实昨天我们已经有同仁到市场去整个去看了 就是到市场去看一下 去走一走逛一逛 老老的就对了 去走一走嘛 逛一逛嘛 你们去逛带圆摆 还是逛什么 还是逛全年 我们基本上是逛传统市场为主的 是吗 在看 得到的结论是什么 昨天的大概 因为原来摊判商他所卖的都是 因为既有了备货 所以事实上价格是还没有涨 还没有涨嘛 好 可是但上是说 可能未来再进的货就会涨 好 那简单的讲 我要问一下 主委 什么叫做专业的查价人员 其实我们的主计 总处有专业的查价集查人员 但是人也不是很多 每个月对项目查一到九次 我要问的是 你们有专业的查价人员吗 你们去那边走一走逛一逛 就知道 原来好像没有 原来他们都是卖的 都是备货 我跟你说 像这样查 英文你们就查不到 我举专业的例子 檳榔到底有没有联合垄断 我现在先声明 我不是鼓励大家吃檳榔 但是檳榔在冰冬也是很重要的参业 每一面跟你说 你们说英文都查不到 但是很奇怪 昨天 收的这一批檳榔是唱齊的喔 他们现在是润金秤秤量 不是按照檳榔大小 今天抢货 明天很奇怪 没人要收 為什麼 昨天抢货喔 不够 不好意思 今天去堵齊没人要 每次叫你们查 你们都说查不到啊 你们去市场看吗 还是要去檳榔摊问 對不對 其实 我知道你们在查都是包裸万象 但是 專业的专职在哪里 或许你们说你们人手不足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句话 新的问题 今天不是说媒体没来 因为法国家的原本来跟你说的没好 但是 我还是要讲一句话 我们讲的再怎么大声都没有用 好 既然讲到这边 主委你先旁边站一下 副主委你请上台一下 来 你在那一截很久啊 副主委 去年你有说 要提出成立物价飙涨的预警机制 有没有 有 成效如何 今天现在我们的菜价是 红灯绿灯黄灯 基本上来讲话 我当初提出的那个 疫情 某事来讲话主要是说 在我们 内部里面 我们建一个机构 那由 处理的怎么样 话就随便讲一讲 我们内部要建一个机制 都现在一年多了 成效在哪里 现在菜价是 绿灯 红灯 黄灯 哪一个 因为我们那个机制来讲话 是一个实践序列的 一个模型架构在做 那我们 你现在是在学术讨论 还是直接在做 我要讲 我讲话说 你件事都讲话 放给红灯嘛 一年多了嘛 我现在问你一行 一个 一个工作 做年外 做不到生结 我现在就单纯的问你一句 红灯鬼料 你现在认为是 市场机制 现在是什么 是红灯绿灯黄灯 你不敢面前跟我说 年外 你现在跟我说 我们是内部要建立一个什么 你现在当做是在学术研究或讨论吗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说 飯可以够够吃 我会不会够说 你的身材 做在哪里给你看 没有嘛 对不对 副主委 一年多了嘛 我今天我说 那是不对 没有嘛 你今天只能够够够够的 公共的而已 就像刚才的 我们去传统市场 看一看 红灯鬼子的今天也是 真的够小 红灯鬼子也是差不多 这样能查到东西 好你请回来 主委 刚才慌慧哲讲的 iPhone7在台湾 賣世界最貴的 我如果今天 一件主委 我如果听到这个 我就对台湾人觉得很不公平 我拔不拔 我也跳下去 調查 你现在把台湾人弄成小 我台湾的钱 他都贏了钱 都好谈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卖给台湾就是 世界上最贵的 更奇怪 对不对 这个要去了解一下 你看 有个这句 我这个要去了解 当然啦 你了解 你走去你明知道了解多久啊 iPhone7才刚刚才上市而已 对嘛 了解嘛 你刚才回答徐委员一句 我们会用行动 我们会用态度来处理 我们看不见你们的行动积极 我们看不见你们的态度的作为嘛 跟我们报告 我们马上立案调查 你 好 冲者你这句话 你马上立案调查 你的任期到哪里 明年1月 明年1月 对不对 好 期许你啦 做一个成绩让我们看 来 高通的案子 高通是全球第一的IC设计 跟手机界面大厂嘛 对不对 是 没有错 所以他的其中八成 他的年收入 大概250亿美元 其中来自哪里 中国 韩国跟台湾 对不对 几乎嘛 好 中国占53% 韩国占16% 台湾占13% 来 2014年 中国已经对高通 他的进行专利授权的反垄断调查 现在开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张罚单 没有错吧 2014年 现在开出来了嘛 开了罚单多少 9.75亿美元 韩国 2015年也进行调查 传说 传说现在也可能 要达成和解了 開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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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啦 8.8亿美元 他的三个主要市场 在中国 韩国跟台湾 我接问主委 你说你有做事嘛 你跟我说 來 高通案 你开过几次座谈会 开过几次座谈会 我們在调查当中 有个在调查 你每次都这样 我們都有请业者来问讯问 都有 你们六月的时候说还在查 主委 我为什么要讲说 中国已经采法了多少钱 韩国已经可能也要结案 采法多少钱 你跟我们说 现在还在调查 我们高通他们在 在我们台湾的市占率 占了13% 我现在是要跟你说这个 用的是对 你可能要卸任了 在一段日子 你在公平会 走过了好几年的岁月 我期待的是啥 在你要卸任之前 拿一张漂亮的成绩 让我们台湾人看 说我做公平会主委 我公平会不是指老虎 我公平会是真的在做事情看 走去 中国 人也有在调 对高通处理 韩国 也对高通处理 一样的条件 一样的环境 结果我们的台湾政府 为公平会 说我们还在调查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主委 那我真的不知道 这几年 你所率领的公平会 到底为我们台湾的 所谓的公平竞争的 这些厂商立场上面 你到底做了多少事 我不是一竿子打翻一条船 我都认为大家做辛苦 但是 在这辛苦的背后 真的有做出成绩 让人家看吗 我一直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当然 没有新闻就是好消息 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 今天 连一台摄影机 都看不到 代表是什么 大家都也认为 那公平会 没什么人说 但是它的背后 隐藏的辛酸是什么 是 大家不一定 你们公平会有在序 做方法 是重点在这边 不是你们銀行很好 把这些记者都说到没人要来 不是 主委 高通的案子 我们来看 到你卸任 还有快接近好几个月的时间 不一定能够结案 但是我还是举例说 人家中国大陆都对高通 采取采法 韩国也可能马上结案 在一样的条件 同样的环境 如果我们台湾只是一样的默不作声 我们还能期待什么 而且他们采法的都是天价喔 我們也很积极在调查 很积极齁 我从头到尾都是听到说 我们会调查 很多程序完备 包含刚才的iPhone7里面 也说要立案调查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我不管期许下一个会期 你是不是在做主委下一个会期 新的 我希望可以看到 一堆都是记者在这里 因为他们看到整个公平会 不一样的作为 可以好好做给大家看 这才是我们所期待的啦 那刚才的菜架 還有檳榔 其实从头到尾 你们都没有解决啦 但是我跟你说过 如果是大家行李如鱼 大家只是照本宣科 那不管再多几个岁月 那还是一样啦 永远做不出好成绩 这点是我们最不乐意看见的 主委 还是期待各位公平会的 所有的同仁大家加油 做成绩给台湾人民看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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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得很好的时候 本席都没有站起来 好 我们接下来请 蘇智芬委员咨询 好 稍微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主委好吗 好 请吴主委 在105年的4月19号 那我们检举违法联合的行为奖金 就是我们把公平楼公平方法放的办法 是的 所以整体来讲 应该是它的成效是会比较好 到目前我们也已经有好几个案子 发奖金了 那在你的业务报告的话 也提到就是从成立到 今年8月的话 有49063件检举 对不对 就调查的案子 对对对 那有处分的话是4421 对这是成立本会以来 从修法过了以后的话 4421这个处分书的这些案件 你都占了有几分 4421是成立以来 从公民会民国81年成立 对但是从修法以后 也就是说检举奖金提高了以后 提高以后 这个我们可能要再统计一下看看 我们通常会讲 这个叫做说我们的业务的绩效 那也就是说因为检举的奖金提高 那么对于处分 对于处分的 这个案子来讲是不是有没有提升 所以主委手上是没有这个资料 好 主委你如果 可以会后再给委 你如果手上没有这个资料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在公平 交易文会里面 你身为一个主委 你在管理上是真的是有点问题 因为我想当一个主委来讲 这种数字是基本上是什么 是手上随时都要有 那为什么要修法 我们就鼓励大家检举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检举奖金的话 那它的奏效有多大 应该自己心会有个谱 是 这个部分我们再来加强做统计 OK好 主委 那另外还请问一个问题 公平会的话 虽然我刚刚就提到 就是主委在管理上 你的掌握度的话 就是希望能够再加强 但是在101年10月时 你们有主动调查 9家明年的电厂 是的 主委 现在这个案子 现在进行的什么 这个就是一直在 那个行政救济的当中 那目前 我们上一次是在 最高法院我们是赢的 然后他发回 这个高等行政法院 目前在高等行政法院的 这个审理当中 因为这个案子 我们罚了六十几亿 罚了非常高额的 六十几亿台币 所以当然他们一定是 诉讼到底的 那这种案子脱个 到最后确定 要脱个好几年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请问一下 当你提出的时候 你主动调查 然后也裁罚了 那这个裁罚来讲的话 9家总共裁罚63亿 第一次罚63亿 第一次对 OK 那你这个9家 你的63亿 你的界定是怎么界定 是因为它的受电 当时我们当然 有看它的营业额 我们有罚环的定定 有很多标准的综合 包括譬如它的营业额的大小 它的这个饭后的态度 它过去有没有做过 是不是累饭 那它的这个造成的损害 等等等等的 我们会综合这些因素 来订定一个罚环 另外它这个是属于重大案件 我们当时是可以罚到 它上一个会计年度10% 销售金额10% 那这个案子当时我记得 我们是订定是一个 会订定一个标准 一个百分比 然后在随着各个事业的 个别状况做一些微调 这个酒家的饭后的态度 有没有高低啊 有一些有啊 是有的啊 有一些比较配合 有些不配合 你觉得比较配合是哪一家民营电厂 现在时间比较久了 我可能这个部分已经有一点忘掉了 时间怎么会比较久 现在104年7月的话 那你印象中的话是哪一家 IPP的话是态度是比较 最差的是哪一家 这可能请问我们业务处的处长 因为这个我们第一次处分的时候 已经好几年前 那你对犯后态度比较好的 有没有印象 态度比较差是哪一家 来请处长说明一下 好吧 处长 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我们本来是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那么最后在裁阀的过程里面 我们是看态度比较好的 那么作语那么减少 并没有去考量谁态度比较差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形 你觉得哪一家IPP的话在采法过程 你觉得它态度比较好 所以你稍微有点降低罚款 是哪一家 你印象中是哪一家 有好几家 不止一家 而且标准不太一样 哪几家是哪几家 这个可能在决定书里面 可能比较清楚 我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 我记得完全明确 就是9家的民营电厂 如果这个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会后提供给委员 是 我就是觉得主委 就是像这样子的话 9家民营电厂 他们是联合起来的 就是说你们是 你们当一起告诉的时候 一起采法的话是9家 一起采法嘛 对不对 因为他们跟台电的购电合约 他们是也联合 有联合垄断吗 9家有 其中好跟我们报告 我的意思就是说 9家是不是有犯益合同 现在已经找到了 新元这一家特别配合 我们减了三分之二 然后长生 嘉惠 申霸 也有配合的地方 他们各减三分之一 卖掉发电厂呢 就没有减 卖掉发电厂是因为 犯货态度不好 配合度不高 好的我们减了 其他的我们就不讲 那么也就是说 发回高等行政法院 重新在审理的时候 你可不可能9家IPP的话 各自 就各自 就是要求的话 就是高等行政法院的话 各自的话 就是每一家每一家的话 就是分开来审理 金额的部分 目前还在行政院 宿院这边 已经发回高等行政法院 重新审理不是吗 那个是本案 它这个案子分成两部分 罚缓的部分在行政院 行政院宿院现在暂时停止 对 它就是等本案有结果之后 它再去审查那个金额 对 OK 好 那高等行政法院 重新审理就是 有没有联合垄断 违反公平教育法 是不是 对 OK 好 那么这个就是 也就是说高等行政法院 在审理这个案子来讲的话 它是9家一起 一起一起审理的 是不是 一起的 你能不能主张的话 就是各案各案各案 9家的话有9个案子审理 这样在法律上 会不会对你有利 我请法务处长 来说明 这个是我们一直主张的 可是目前就是说 法院它还没有踩 我们还一直在主张当中 所以你们又主张 就是要分开 我们希望能够分开 对 OK 好 我就是跟主委鼓励 希望就是主委在这部分 继续努力 因为我想的话 我们这个案子 我们非常努力 我们也希望这个高额罚款 能够维持 对 我也很讶异 就是行政院的宿业 所以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希望 在你的任内 你就一定这一方面 一定要坚持 这个我们一定坚持 虽然他们撤销两次 我们只有减一点点 还是超过60亿 好 那超过60亿 我觉得这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 因为6家的民营电厂 面对我们未来的话 电业要自由化 我想这个9家的民营电厂 更不能让他们勒住 勒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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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个9家的民营电厂 更不能让他们勒住 勒住 我们政府 当然 在稳定工业 店员的这样子一个政策 好 那主委另外 我再请问你 刚刚的话 其实是 苏振卿主委 也有跟你提到 就是菜家的问题 还有檳榔 是 好 今年就是联算 就是这样三次的犯态 三次的犯态 三次犯态的时候 比如说 你在说的时候 就是说 比如说 你们早就开始 公平交易 这个公平交易 不能这样子囤积 你认为的话 是要在什么时候 你就必须要掌握这些资讯 囤积 一定要有人囤积 对 一定要有人囤积 一定要有人囤积 他在缺货的时候 他才释出 所以我跟你说 你对囤积这个源头 对 这个源头的话 你就开始要有掌握 你市场需要 跟不需要的时候 市场在空气 市场的时候 供货的平稳的时候 这个囤积来讲 他有利可护 跟无利可护的时间点 我跟委员报告 囤积的问题 因为公平法主要是处理 联合行为 囤积通常是个别事业 个别去囤积 好 那我再请问你 你刚提到说 囤积如果是联合行为的话 那我请问 台湾的蒜头 本国的蒜头 算算联合囤积 如果他们有开会 说要囤积 你有没有去调查 你有没有去调查 他们开会 难道他开会会通知你吗 他开会会通知你吗 是是是 他不只是联合囤积啦 主委 对 我知道 他们还联合在 在收购农民的蒜头给小学 他们还是联合的 所以我要说就是 整个 这个整个的物价 所以我们讲公平交易 或者是要让农民 他可以获得 他应该有的利润 是是是 我觉得这些 这个是在你们的责任 就相当的重大 但是你这边 如果你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 我要说就是 农民就是怎么 就是很辛苦嘛 所以我们的国家的机制里头 其实还有你这样子一个 你们这些公平交易文会嘛 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发挥功能的时候 很多的SOP的话就会怎么样 就这样就会乱掉了 是是是 所以我说你这边的责任重大啦 所以主委就请你思考 我再讲了这一点好不好 是是 好 囤积 谁在囤积 他为什么要囤积 你就想嘛 联合就算你好呢 有没有联合囤积 有没有联合收购 有没有 绝对就有 好不好 主委自己思考看看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继续请 陈明文委员咨询 好 主席我们请主委 请吴主委 董委员您好 主委 这个我记得中佳案 我们在上一届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特别 在这里执行很多处了 是的 我记得好像我们 大概委员会多数的意见 都是希望中佳案是 新政府上来以后 再来审嘛 没有错吧 我记得印象我们是这样讲 那你们还是 还是把它结议了 去年底你们就已经结议了 那么 也把它送出去了 对 那个是因为我们 结合审查有法定期间 30加30 30加60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等 我只认为 我只认为 在我的认识上就是 我们是希望 既然中佳案是大家 社会所蜀目 所以 既然 政党有可能轮替 而且是 ESD 好像就很清楚了 就是说 政党要轮替的 是新政府 但是你们还是 最后还是 还是 把他送出去 当然你们有很多理由 我们如果不审的话 一直等的话 等于是同意 他那个意义制的精神 就是 你最后在那个 时间之前 你没有动作 他就等于同意了 没错啦 但最后你现在 我们至少还给他付了很多负贷 最后你们现在 就已经 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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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议送出去 那今天 大家都知道 这个 中佳案又 又在投税 又被送回 NCC 不过那个是言论自由的部分 跟本会审议的事项不同 所以你现在认为 这个 中佳案的退回 跟公平会是没有关系的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就是 那个投审会 退回的理由的部分 就是言论自由 这个部分当然不是公平会的职责 公平会是市场竞争 现在就是 我们都很清楚 就NCC 審购以后 然后到公平会 公平会再到 投审会 党政策条款 这个跟公平会也没有关系 我的意思是整个流程是这样子 对 那从投审会又回到NCC来 照理讲 NCC再審购以后 还是会到你公平会 不会 所以你现在认为 各自審 各自審 公平会是 投审会是 有没有违反 可以表达意见 所以你认为 这个终架案在公平会 你的审查 整个程序都已经完了 基本上是close 所以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要提出来讲 我其实我也是要突显这一个事件 在整个我们这个 国家的一个审查 类似这种案件里面 像一个电信的一个媒体 还有有线电视要合并案 其实各单位都有他的一些不同的意见 那也让人家觉得说好像 似乎很不愿意去承担 不过我只认为 我认为 其实这个案 事实上 还是有很多的疑点 包括 我们现在公平会 当属里面所做的这个解议 事实上 我们也认为 这个太多的所谓 互加条件 什么不禁止结合 那么来确保整体经济利益 带于限制利益的一个不利益 这些话事实上 也让社会也有很多的争议 没有错吧 事实上我是接了 請陳委员指教 我就在跟你指教 我就觉得说 事实上有很多的争议 所在 我个人对你的这个解议上 其实我也不一定都很赞同 那如果你今天认为 就是说这个案 就已经在你的公平会 这样讲完就算了 就是事实上 这个NCC 整个不需要再到你这里来的 那你是一个独立机关 我也 祝好尊重 我也祝好尊重 不过坦白讲 事实上 我是不大同意你的这种 解议内容 好不好 好啦 我想这件事情 我们就等NCC 再審查 情况怎么样 我们再进一步 需要征询我们意见 我想这件事情 现在 目前暂时 你认为 公平会是没有角色的 好 我现在是一以尊重你 好不好 谢谢 谢谢陈委员 不过我接下来 我还是要再谈高通案 当然有很多委员 也特别提到 事实上高通是全球 第一个IC设计 也是手机晶片大厂 对 事实上 刚刚也特别提到 事实上它的一个营收 八成以上是中国 韩国 包括台湾 为什么要特别提 中国 韩国台湾 事实上 现在中国开始 对于整个高通的一个专利授权的 这个 还垄断 已经进行调查 那我想这个你也很清楚 现在这个 中国已经开施了这个 这个 还垄断 它的一个 华单 高达9.75亿美元 你知道这件事吗 你应该知道吧 我知道 知道吧 应该这个事情 不是在今天发生的 包括韩国 你应该也知道吧 韩国你应该也知道 他已经 他也这个 既口号消息 他也要财法金额 达到8.8亿元左右 没有错吧 没有错吧 刚刚那个 刚刚苏委员是说 要在他们和解 要和解 不 所谓和解 就是同意 就是同意 这个韩国的一个财法 这个金额 那我想这个 私信应该 这个应该你也都很 应该都有掌握 有有有 那我的意思就是在讲 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 台湾当局 现在我们在处理 高通这个案 事实上时间发生点 也是差不多是 韩国 调查 他的这个时间点 大概相同 没有错吧 没有错吧 时间上差不多 差不多吧 比较慢一点 我们稍微 开始的慢一点 但是你刚刚的答复是说 你现在才开始要调查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已经开始一阵子 我刚刚就是在下面 我们说调查中 哈 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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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根据你去年 你就表示说 针对高通的收取 潜力金违反公平交易法 以进行调查 是啊是啊是啊 到现在为止就是没有下文 这种大 国际的大案子 调查 但是到现在为止 你的官方的网站 也都没有这些信息 调查中 当然不可能放在网站上 哈 调查不公开啊 你认得现在呢 你现在的调查情况 你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跟我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一下 你的调查的进度 最主要当然我们也是针对他几大的这个问题 最主要是专利授权 当中可能利用他的专利授权 然后可能譬如说他是不是有搭售啦 有没有整 这个所谓的package的这种 整包裹式的授权啦 他的授权金有没有过高啦 有没有过期的专利 有没有一并放在里面授权啦 等等等等的 这些授权上我们常见的问题 我们都在调查都有在处理 我们一整理出来七八项的这个议题 当然因为这个涉及国际的大案 他们也非常重视程序的保障 没错啦 不过我想高通案在中国 他不只是裁法 同时他也就专利的必需 要独立授权 而且不得搭设其他的专利 这个都有做一个处理啦 我想这个不只是中国 我想韩国现在类似也是这样是在处理中 那其实高通现在 他的主要市场 中国韩国都已经处理 高通要同意这个财法的金额的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好像束呼就没有进度啦 我现在都让你怕啦 都让你怕說 公平会认为高通是有过程这个垄断的话 那依照我们的这个法定的财法上限 营业额是有10%嘛 没有错啦 上任快据年度10% 对 那如果说根据他们的这个销售的金额 到台湾大概有1000多亿 事实上财法起来就要将近台币上百亿喔 没有错啦 如果是以这个 最高额啦 以最高额啦 那你认为啦 萬一如果这个案成案的话 你认为大概会财法多少 这个罚还的部分通常是我们在最后处分 最后才会考量的啦 目前要综合他各种的犯行 跟状态跟个案的形状 我们才能够对罚还 这个10%罚到7 8还是6还是10 最后才能做决定 现在没有办法预测 好 不过我们是要结果的啦 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我们公平会 尤其是在你卸任之前啦 我们是希望把这个高通案 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调查 我想这个甚至于这个案 就能够一个做一个结束 我相信未来 未来这个公平会 才能够扮演一个真正 在做公平竞争的一个角色 我是希望 这个案不能去招牌 要不要 不會啦 我从来没有被收掉过 好 非常非常非常好 我们是希望公平会 有公平会的一个角色 谢谢 好 谢谢陈委员 好 谢谢 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谢谢您 您好 谢谢 rain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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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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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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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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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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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是不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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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二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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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